我们来看到这个判决 这是云林县性侵累犯林国阵 他前年出狱之后 又性侵杀害了叶姓少女 一二审判死刑 但是最高法院改判 无期徒刑定验 检查总长黄世民就认为 最高法院的判决证据取舍不当 在昨天提起了非常上诉